哈囉大家好 今天小編要來介紹的商品是我們的沙發書櫃 我們的沙發書櫃有三種 第一種是八抽的沙發書櫃 那上面的玻璃門是雙門對開 第二種也是雙門對開的沙發書櫃 但是它底下的抽屜只有兩抽而已 最後一種呢 它是完全沒有抽屜的 它就是單門對開的書櫃 目前總共有這三種 那最大小編從第一種給大家介紹起吧 第一個呢 它的收納空間 可以放書的地方呢 只有四個格層 那它們的格層的深度都是34公分 高度是31公分 所有的板片呢 如果需要更大的書 這些板片都是可以移動的 都可以放到最下面的地方 它呢 有八個抽屜可以使用 我們每一個商品的抽屜呢 做工也都不馬虎喔 所有都是石木底板的 銜接的地方呢 都是使用筍接而成 我們的滑軌是使用木頭滑軌 不是虎金滑軌 所以在滑軌的筍耗路上 也會相對的比虎金滑軌更久更耐用 連下面的底板呢 也都不是簡單的 甲板或木心板喔 全部都是石木的用木板 所以我們在做抽屜的時候 非常非常用心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辦公室 除了要存放文件裡外 還有更多的收納功能 這個八抽的沙巴書櫃就非常合適 那像這個呢 雙抽的沙巴書櫃呢 它的存放書本的空間就更多了 總共有五個大的空間 但是它下方就只有兩個小的抽屜 它比較適合放在書房 如果我們的存書很多 那我們這一個書櫃就非常非常合適 那像是剛剛小朋友提到 深度34公分 高度31公分 像是這種超級大的DM 或者是雜誌 其實都可以很輕鬆的放到裡面去 非常非常輕鬆放在裡面 放起來的感覺就像這個樣子 前面都含有很多的空間 所以有一些典藏的書本 前面可能也可以放一些 可愛的小風展之類的東西 可以做裝飾 加上玻璃門 可以完整看到裡面的感覺 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有些人的書房呢 書房空間不是很大 或者是在房間裡面 轉角的地方 我們可能在晚上有睡前補書的習慣 那這個時候呢 這種單開的書櫃就非常非常的合適 它的深度跟高度一樣 是34公分跟31公分 但是它是單抽的 單面放在房間很適合 所以我們三種不同的書櫃 其實適合放在三個不同的地方 我們八抽的很適合放在辦公室 我們兩抽的很適合放在書房 單邊的可能可以放在房間跟臥室裡面 其實大家都可以自由的搭配選購 如果有喜歡的 也都可以到我們的網站 有詳細的尺寸 跟詳細的內容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見面囉 大家掰掰